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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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的鼻梁像刀背比较尖 没有肉 这类的男人的大特点就是很会说 语言能力超强 会用甜言蜜语的话来骗取女性的心 但是对情感的责任心很强 只是预见到好的就会变心 也存不了财富 这类的男人没有恒心定性 容易变心 不能嫁 四 鼻头肉感十足 这类的男人大多数为吃喝嫖赌 无一不沾之人 喜欢享受生活的快乐 这种男人千万不能嫁 五 鼻子扭曲 偏邪 古人最常说的一句话 鼻准有肉 心内无毒 观人善恶 以眼鼻为主 眼善鼻恶 不失为善人 眼恶鼻善 为外善内狠 自私之辈 鼻梁歪邪 心不正 如果再赶上单眼皮 小眼睛 多主望恩负义 贪比自私 鼻子一般主四十岁后 属于男人一生当中最关键时期 如果鼻子孤怂 漏翘 鼻准歪斜 或者鼻子有疤痕 或者粉刺太多造成皮肤疤裂 都属于破响 主钱财不惧 事业破散不定 六 阴沟鼻 阴沟鼻的男人表里不一 千万不要被这样的男人表面礼貌行为 和得体的举止而打动 事实上 他绝对不会过于看重你和他的爱情和婚姻 他的心里面是缺乏爱的 会把个人利益才是第一位 七 下眼带丰满 颜维有桃花纹 下眼称为有卧蚕 下眼丰满多的话 说明容易出轨 这种面相的男人会捉摸女人的各种心思 很容易有女人送人送财 出现问题了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种男人不能嫁 八 眼神不正的男人 三百眼 四百眼虽然主胸 但是眼神不邪 毛子端正 也是可以嫁 而眼神不正 眼睛大小不一 小眼闪烁 眼神游离不定 见前眼开 定非善类 心术不正一定不要嫁 心术不正的人善于算计 缺乏对家庭和婚姻的承担责任力 可以共患难 不能共享福 因此抛弃弃子 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就不是神马良心事了 因为眼神不正的人 本身也没啥良心 九 桃花眼 有桃花眼的男人 这种男人很容易吸引异性缘 这样的男人对自己的感情是很难专一的 容易到处留情 不过这样的男人对女人也是不错的 舍得花钱 能用语言来闯入女性内心的心扉 十 拥有女媒 这类的男性一般都是小白脸 美少年 桃花一生多 容易带来感情烦恼 因为容易与异性接触 加上特别的投缘 非常的受女性的欢迎 会影响本身感情 这种面向出轨率最大 十 一 眉毛间距宽 男性的眉毛的间距过宽的话 表示这种人对待男女情感 也是不够重视原则的 这样的男人不会有拒绝的能力 只要有女性一往这种男人身上靠 就会容易出轨 这种男人对感情是不够专一的 踢腿会出现成瘾的 千万不能嫁这种男人 十二 眉毛浓淡过度叛乱 如果眉毛过得淡或者过于浓 性格都是很难以驾驭的 婚姻感情也是都不稳定的 眉毛杂乱不整的男人 个性不良脾气很怪很难相处 所以不嫁也罢 十三 山根有黑线 经常出轨的男人 在山根部位会有一条黑线连住左右眼 女人们平时可注意观察 一下自己的老公 假如发现其山根部位有黑线的话 那就注意了 这个黑线是很淡的那种 要细心去看 十四 人中有细线 从医学上讲 无论男女只要在人中 上面有一条横长赤色如珠之线的细线 便可以肯定是出轨了 因为这是不同体液混合造成的 特别说明下这个特征适用于男女 如果是女性则会更明显 十五 人中宽广 这种只求过程 不求结果的男人 只是把婚姻当成了游戏 这样的他和你在一起的目的 也只是男女想了知识 这种面向的男人 不值得你付出终生 十六 头发粗糙 眉毛逆生 头发会代表人的性格 硬则倔强 软则从容 发密的人 本身会性急 容易冲动 如果密而硬 很容易抱残手缺 食骨不化 执着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智商低于常人 想问题做事情的逻辑性缺失 俗称的没脑子 而眉毛逆生 鼠驴的 赶着不走 打着倒退 专门干一些逆向思维的事情 出力不讨好 而且脾气还暴躁不接受教训 不接受批评 十七 尖门乱门 尖门是额边际与鱼尾之间的面部区域 这样的男性 对付女人可很有益手的 能够穿梭于几个女人之间 把女人们玩得团团转 跟这类的男人结婚 你们的婚姻肯定会很快地 因为他出轨而结局 而你也会因为感情 被他欺骗的万念俱灰 十八 追子脸 追子脸 下巴塞骨间削肉薄的男人 缺乏耐力恒心 不能受苦事业心 不坚定 亦改变主意 抑制老无结果 建议思迁 自私自利 眼力心里面 只有自己 十九 嘴唇削薄 有嘴滑舌 嘴唇薄都是薄情郎 能说会道还嘴馋挑剔 严重地会跟个女人一样 尖酸刻薄 事实计较 嘴皮薄 说话没有准 没有信誉度 撒谎诚性得多 或者较言不由衷 瞎说 乱说 打情骂俏凑去 不诚恳 办事不稳重 而有嘴滑舌 或者极能说的 建议直接拉黑最好 否则把你卖了还帮人数钱 话说多了 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二十 双拳扁他 双拳扁他的男人叫无争取心 也叫无担当 除非你能当家做主外 不宜嫁给他 双颊凹陷无肉的男人主 建议思迁自我享受 情义观念 淡薄抑制老运穷困 二十一 鸡窜狗跳 吊儿郎当 连好好走路都不会 跟海边的蹦打狗子一样 上不了酒宴的主 看上去嘚嘚瑟瑟的 二级风也能刮个跟头 仍哪里都没人在意 说话都没人爱听 这种都不注重 也可以说主轻贱自己 一辈子不会有出息 而吊儿郎当 不务正业 没事还研究个色情杂志 寻觅顺手牵羊这种的 趁早离着远点 二十二 印堂狭窄 连心眉 印堂就是两眉毛中间地方 宽度代表了心态 越宽的人心底越善良 越没用私心 也不狭隘 而印堂狭窄 多主心胸狭窄 不能容物 度物极才 缺乏谦卑平和的心态 容易刻薄自私 这样会使得自己缺乏事业空间 同时也容易上火生气 心眼窄巴的人都容易患病 要是再加上连心眉 或者印堂眉毛多 不仅短瘦 还主一声乖喘 穷无片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